欢迎来到阿青动漫的频道 悟空和彼克两人相互对播 最终以彼克对播失败告终 但是彼克却因为有烟无伤没事 反而将彼克彻底的激怒了 而此时彼克诠释了什么叫输出拳靠后 彼克的腿变得出壮巨大 手臂的肌肉也开始膨胀 最终彼克变成了一位20米高的巨人 悟空在彼克的眼里宛如蝼蚁一样渺小 只见彼克朝着地面挥出一拳 随后又挥出一巴掌 威力不亚于十级飓风 刚落地的悟空急忙躲开巨角 又躲开拳头 此时的彼克就像在打地鼠一样 悟空被逼到擂台的边缘 巨型彼克走上前 挥出砂锅大还大的拳头 随后是一角 紧接着是一拳 再接着第二角 第三角的提出 没想到都被悟空全部躲开 这时悟空犯了一个错误 来到空中根本无法躲开 直接被彼克一巴掌拍落 随后彼克用三年不刷牙的口气 攻击悟空 悟空从彼克的胯下穿过 随后连翻几个跟斗后 杀了个回马枪 一脚踢中彼克的不右位置 彼克瞬间失去了平衡 巨大的身体倒下了 悟空抱住彼克的十字 随后开始拿出吃奶的力气 身形巨大的彼克在悟空的距离下 直接挪了一个位置 彼克夸战悟空还不赖嘛 那自己就稍微的认真一下好了 虽然彼克因为巨大化速度减慢了不少 但是也带来了攻击面积大的好处 但是悟空的速度并不慢 导致彼克的攻击都被悟空完美躲开 这时悟空施展五当踢云中 快速来到彼克的面前 随后一个飞踢踢中彼克的眼睛 落地的悟空本想成圣锥击 没想到彼克施展电光眼 防不胜防的悟空被击中 从半空中跳了下来 彼克露出了久违的微笑 随后彼克三百码的鞋子 直接踩在悟空的身体上 可以对比布马和琪琪的神情 看出布马更担心悟空多一些 众人看着鞋子和擂台无缝接触 担心悟空是不是被踩扁了 可突然鞋子微微动了起来 只见悟空双手发力拖起鞋子 但是彼克也不是吃素的 悟空久久没能逃离鞋地 这时彼克开始发力 反而激发了悟空更强大的力量 一举将彼克推翻了过去 得意的悟空有点飘了 居然问彼克还能不能变得再大一些 彼克还是第一次见到 有人提出这样的要求 于是彼克双手插腰 又开始了输出全靠后的技能 只见彼克的身体再次变大了三四倍 瞬间成为一位一百米高的巨人 此时的裁判有点慌了 说话都变得有点结巴 悟空也看呆了 没想到自己的口海 居然成真了 此时的彼克指着悟空那是一个得意 问悟空是不是后悔了 然而彼克不知道自己中了悟空的拳套 彼克还得意的一脚朝着悟空踩去 结果悟空快速上冲来到彼克的面前 随后施展规拜气功 进入彼克的肚子里 雅木茨等人都惊怠了 反观此时的彼克就像吃了一个老鼠 努力的咳嗽试图把悟空吐出来 反观悟空现在正在指导黄龙 十八般无意全部施展 对着彼克的肚子那是一顿猛操作 此时的彼克要难受有多难受 甚至想掐着自己一了百了 而悟空又是一脚猛踹 终于忍不住的彼克将悟空吐了出来 看到悟空安全出来 天津犯很是高兴 随后悟空朝着天津犯扔出一个瓶子 天津犯一看 震惊的发现居然是魔风波 悟空让天津犯把瓶盖打开 彼克知道大事不妙了 只见瓶子中出现一团绿色的气体 最终气体变成了天神的模样 悟空很高兴自己的计划成功了 反观此时的彼克脸色都绿了 这时裁判震惊的发现居然有两位彼克 正所谓吃一剑长一只 彼克赶紧回复成正常的模样 悟空知道彼克这是害怕了 当面独吵彼克有本事在变大雅 气急败坏的彼克一声怒吼 随后朝着悟空冲去 突然彼克消失了 悟空也跟着消失 这一幕震惊了场外的观众 这嘴巴都合不上了 即便是实力不俗的天神 都捕捉不到悟空和彼克的身影 这时雅木查突然发现 在空中有两道身影快速移动 原来正是悟空和彼克两人 此时悟空一拳彼克一拳 两人谁也没有占到对方的便宜 可突然彼克加快攻击的速度 悟空一时没能跟上导致被挨打 从攻中坠落的悟空 居然用脚施展出鬼拜气功 就像火箭发射般的悟空双拳出击 这次轮到悟空从攻中坠落了 可没想到彼克的技能太多了 头上的触角居然也能发射光线攻击 这时彼克以极快的速度 朝着正在坠落的悟空冲去 眼看彼克砂锅大的拳头 即将抱头悟空时 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可没想到关键时刻 天神居然挡在悟空的面前 看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